社区医院和基层诊所合作 落实双向转诊制度 高医与基层院所携手合作 推动多元医疗服务 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检查与治疗 我想在这里站在分区业务组的一个角色 那我想很感谢我们辖区的这个大型医院 就是高雄医学大学的一个医院的体系 来办理这个分级医疗 这个健康零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记者 发表的一个费用 那另外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研讨 那我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 我们期待高医能够主动的伸出 更多的一个元首 来协助我们分级医疗的一个推展 因为要建立彼此跨层级院所之间的一个信任感 是需要彼此伸出双手的 那以高医体系相对的 在医疗资源上是比较丰富的 我们希望能够持续朝这个方向 继续协助我们卫生福利部 以及我们健保署的这个分级医疗的推展 那相信一步一脚印 如果从过程面能够点点滴滴 能够建立民众对我们基层医疗的信任感 那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基层医师也能够很快速的 做一个零距离的把这个相关的病患转介到我们大型医院 相信再把大型医院诊治过一段落之后 能够再把稳定的病人再转回我们的西基的诊所 那相信这样好的一个互动 经过这样的一个理念的一个沟通跟交流 我相信一步一脚印 我们这个分级医疗的转整的一个双向转整的制度 一定会朝向更落实的一个角色 能够方向去迈进 那相信我们的民众能够从这里面得到相关的好处 谢谢 病症的部分当然大部分的病人都是稳定 那相对不是太重症的一个复杂程度的一个病人 那因为以分级医疗的一个概念来说 在基层的一个照顾的话 大概就是以轻症为主 那复杂或者是急重症的病人 在往医学中心这边来就医 那所以我们转整的病人到基层这边去 大概都是比较清整 或者是比较简单 不是说简单 就是一般的一个不是太复杂 稳定的一个状况 医界致力于分级医疗与双向转整 希望病人养成正确的分级医疗就医 可让医院有充分的医疗人力与支援 减少病人的医疗负担 与等候的时间 十方新闻 郭亦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